接着要告诉大家的是 二姐王宫庙3月14号以及16号要举办宗教文化艺术展 不仅在3月14号举办新庙的上凉典礼 3月15号的晚上也安排了120桌的福宴 提供大家来订桌 庙饭欢迎大家一起来到二姐王宫庙 吃平安看热闹 品尝在地的好滋味 二姐王宫庙的新庙工程在去年3月份正式复工 而现在已经有新的进度 庙方预定在农历2月14 也就是国历的3月14举办上凉仪式 当天还提供了平安汤圆 同时还配合宗教文化展的举办 让大家都可以了解二姐王宫庙的历史 来订今年2月14号要来10年 2月15号要来办理到我们的课宴 在当时我们上凉仪式以外 还有一些这些活动 最特别是在那一天再去 我们就在台湾这些乡亲 这些学习台地 我们宫庙会来送一个提供 可以整个都等去吃 吃平安 我们新庙王冬历后将会跟古廟来订阅 给我们传统的文化艺术 跟新庙文化工程 新庙工程的艺术 来向上做比较 跟我们先人的地匪 跟现在现代創意 平生一个 我们这里二姐王冬历的一个特色 相信在我们二姐王冬历新庙工程 完成后二姐王冬历 将会是我们宇兰官非常著名的一个廟宇文化 在这里也要向我们所有的乡亲 在二月十五 二月十四 二月十五 二月十六 大家共同来竞争 这个历史的一件 另外3月15号晚上也安排了福宴 一桌十道菜 全都是五节农民所种的优质在地食材 不仅菜色丰富 菜名也很有意境 所以庙方欢迎大家来定桌 一起品尝在地的好滋味 二月十五 晚上六点 我们办法院华冬 我们已经度数是120度 另外二月十六 我们有传统二红公圣 华冬会在海边安 另外十四十五 十三天 我们华冬 办法院的综合 我们华冬会在地的 各个乡亲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由于场地受限 福宴限量120桌 每桌是3500元 由于订餐的相亲 现在开始就可以向二节 晚宫庙来登记 而3月15号当晚 除了有美味的福宴以外 现场也有歌舞 以及萨克斯风的音乐表演 要让大家吃平安看热闹 一烂新闻记者刘廖珍采访播到